爱玩离岸制衡的英国人被美国人玩了 罗佩西引发了一场内讧大战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英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岛国 也是一个海洋文明国家 在国际上是玩离岸制衡的老手 英国在辉煌的日不落帝国历史结束后 给全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火药虫 也被网友戏称为嚼屎棍 哪怕在今天 完成脱欧的英国 仍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四处拱火 以彰显自己的国际地位 但是让英国首相约翰逊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英伦三岛面临分裂危机时 自己却被美国人给玩了一把离岸制衡 而向英国下狠手的 还是美国众议院议长洛佩西老太太 日前 一时寻求脱英的北阿尔兰新分党 赢得了地区议会选举 从而开启了英国再入分裂的新旅程 要知道 苏格兰现在也面临着 推动第二次独立公投的问题 约翰逊最近刚刚在基辅走了一把秀 可谓是抽尽了风头 可以说 英国是欧洲国家中 制裁俄罗斯最起劲 援助乌克兰武器最积极的 生怕俄部冲突这把火烧得还不够旺 但让约翰逊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家里也突然着火了 而且是四处起火 对此 英国政府可真有点急眼了 联盟出招灭火 手法也很简单 撕毁北阿尔兰协定书 在2020年12月达成的北阿尔兰协定书 是英国脱欧协议的议定书之一 其核心内容为 英国的北阿尔兰地区 以爱尔兰之间不设硬边界 欧盟货物自由流动规则和关税同盟规则 依旧适用于北阿尔兰 该协议从本上看 等于是让北阿尔兰留在了欧盟 远离了英国 这对英国而言 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伦敦政府一看此次地方选举之后的情况不大追劲 北阿尔兰也要玩独立公投了 而且那边支持独立 或者支持与阿尔兰合并的人所占比例更高 为了避免国家四分五裂 于含蓄计划通过打通北阿尔兰 以大不列颠倒之间的贸易壁垒的办法 缓解矛盾 这原本是大英帝国的内政 但是美利坚合同国的国会议长 洛佩西看不下去了 要管一管这件事 洛佩西发表声明称 如果耶和逊 执意要废除北阿尔兰协定书 那么美国国会不能 也不会支持以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很显然 在耶和逊和北阿尔兰之间 民主党选择了后者 主要原因呢 是北阿尔兰在美国有大量的移民 而且很多还是民主党选举的金主 新分党在美国也颇具影响力 有着强大的筹划机构 英国自脱欧之后 一直把英美双边自贸协定看成是救命稻草 而拜登政府正在利用这一协议拿捏英国 但是相比于英美双边自贸协定 北阿尔兰的问题涉及到英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关系到英国生死的更急迫的问题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宣布 英国政府将在数周内推动立法 修改北阿尔兰议定书的部分条款 看来双方的较量 不会因为洛佩西的警告而停止 相比于苏格兰的独立问题 北阿尔兰的情况更为严峻 决定北阿尔兰地位的贝尔法斯特协议 签署于1998年4月 是当前北阿尔兰自治政府 爱尔兰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政治基础 北阿尔兰地区现在虽然属于英国 但该协议也允许北阿尔兰人选择并入爱尔兰 需要爱尔兰和北阿尔兰两地分别进行单独的公投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 爱尔兰人显然更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爱尔兰 新分党在美国的力量非常大 拜登政府对待此事的态度 甚至获得跨党派的支持 拜登政府可能会对英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而不仅仅是切断目前的贸易协定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 约翰逊政府意图修改北阿尔兰协定书 也让欧盟极为不满 英国拒绝了欧盟提出的解决北阿尔兰贸易规则僵局的提议 并称不会回避采取直接行动 英国喜欢在世界各地玩离岸制衡 没想到自己也成了美国和欧洲制衡的目标 美国的目标是弱化地球上所有的国家 以此来永保其一抄独霸的局面 英国即使是像一条狗一样的跟在美国的后面跑 该挨打时还得挨打 没有例外 对于这种情况 五眼联盟中的人 或者其他想加入五眼联盟的国家 可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了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